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樱桃 俗话说 有便宜不占的是傻子 简简单单一句话 切合了太多人贪小便宜的心理 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人生真理 但细细想来 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上天给一切免费的东西都暗中标好了价格 眼前的便宜可能会在日后收取高昂的费用 总是在占便宜中沉迷的人 不是吝啬或者小架子气 只是心中存有一份侥幸心理 他们总是为自己赞到的一次便宜而窃喜 却不知再一次次侥幸中 丢失了自己的人品和格局 也毁掉了自己的生活 吃亏是福 有的时候不贪一点银头小利 看起来是吃亏 殊不知这才是最大的精明 想占便宜的人往往都得不到便宜 毕竟这世间从没有天上掉馅饼的美食 每一种看似不需要付出的获得 都需要付出金钱之外的东西进行偿还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傻子 更没有人是心甘情愿做赔本买卖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不是自己硬得的东西 超过了自己福分的所得 如果不是考验 那就是陷阱 看过一个新闻 一个老人在上街遛弯 无疑看到街头一处簇拥着很多人 自己上前发现是一个小贩 在兜售洗碗的菜刀 除了唾沫横飞宣传质量优质 重点是买菜刀还送很多东西 非常的划算 老人仔细算了一下 如果算上白送的奖品 远远超过了那把菜刀的价值 于是他决定出手 小贩看老人心动 继续说 如果买两把菜刀 送的东西更多哦 而且更夸算 并且直言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让他赶紧下单 老人心里想着 自己这一世占了便宜 赶紧付钱 买了两把菜刀 拎着一袋子奖品回家了 老人的儿女回家一看 才发现老人上当受骗了 菜刀根本不能正常使用 送的那些奖品 都是街头一元店里的便宜货 这些送下来 一点都不划算 老人一生气 病倒了 住院数日又搭定 血不菲的医药费 想占便宜的人 有时不仅占不到便宜 反而会有为占便宜付出百倍的代价 正如作家马德说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爱占便宜的人 但所有人都喜欢爱吃亏的人 你想着吃亏的时候 就会赢得别人 人生所有占便宜的行为 其实都是在给自己制造苦难 毕竟人的福报是有限的 你占多别人一分便宜 就少一分福气 所以那些不占便宜的人 才能不吃亏 占便宜的人一定吃亏 越有这样的人 越心甘情愿地吃亏 人总是习惯性地把金钱看得很重 重到望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 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常有人说 能拿钱解决的事 就都不叫事 确实如此 金钱不过是一种工具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但如果我们为了这个工具 放弃了幸福的生活 甚至是自己的教养 那金钱的存在就毫无意义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的一则故事 说有一位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 毕业后在当地找工作 结果没有一家公司敢要他 在一次面试中 他依旧没有被录取 就询问面试官不被录用的原因 先生 我们并不是种族歧视 相反 我们很重视你 老实说 从工作能力上 你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 那为什么不收天下英才 违规公司所用呢 因为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 发现你有三志成光车 投票的记录 那也不至于 就这点小事还叫真啊 不不 先生 我们不认为这是件小事 此事至少证明两点 第一 你不注重规则 第二 你不值得信了 想赚便宜的人 都是心中存有一次侥幸 每每成功一次就觉得 有福气有运气 确实在一次次的侥幸中穿梭 最终会让自己受到侥幸的惩罚 无法回头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每一条规则和法律 被制定的初衷就是要被人遵守的 如果在这其中还要贪些小便宜 那最终只会因小失大 一个人的形式风格 言谈举止中 藏着的是他的教养 是一个人隐形的名片 而一个不占便宜的人 生活从不会让他吃亏 人有欲望并没有错 但生而为人 最可贵的能力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 一个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 自然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 而一个不能控制欲望的人 往往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计后果 贪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 但在无人在意的小便宜面前 很多人的贪念就会占了上风 在这些人的心中 占了便宜就表示自己是个精明的人 殊不知极少成多 你眼中的迎头小力 终有一天会毁掉自己的人生 马卫独的一次采访 说到他家保姆很有意思 保姆经常会偷偷顺他家的东西 也不拿值钱的 今天他自家烧个饭缺蒜 就顺一头蒜 明天可能顺两片浆 顺东西也有讲究 没有开封的东西通通不碰 拿纸拿开封后的 马卫独发现后就和保姆说 女士要什么 可以直接和我说 也不贵重 我们家也用不完 没用 保姆置若罔纹 该顺的东西就要悄悄顺走 这让马卫独很是烦恼 大家都知道他是搞文物的 保姆现在是顺小见 万一哪一天对文物有兴趣 那忙老师可就栽了个大跟头 于是只好辞退 然后人之间的信任很难得 一个人占便宜的行为 虽然在自己的眼中无伤大雅 但在别人眼中却是一种 不值得被信任的表现 毕竟老话说 小时偷真 大时偷金 所有的陋习非一日两日形成 而是日积月累 不思改进酿成的 爱贪小便宜的人 随着今年集散 也会变成大贪 巨贪 最后害人害己 危害社会 世间因果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从来都不会贪占别人的便宜 因为他知道将来会因为眼前所占的便宜 付出更可怕的代价 所以人的眼光还是要长久一点 不要因为占便宜 被眼前的银头小利 蒙蔽了双眼 不占便宜才是真正的金鸣 金鸣过了头 就是傻子 有一句话说得好 人生在世如长河入海 决定胜负的从来都不是 一关一息的得失 和一时一地的亏欠 而是百穿巨癌的洪费 这个世界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是能抓住时机 吃小亏而占大便宜 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是占小便宜吃大亏 所以聪明的人从来不会抗拒吃亏 更不会放纵自己去贪小便宜 因为他们知道 眼前的小便宜将来需要付出 更可怕的代价 宽厚 好人品才是人间正道 因为我们不要目之所及 皆是个人得失 做个抬头看风景的聪明人 心宽 路自然更宽 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去超市买东西 因为有些人特别喜欢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买一送一啊 或是买什么东西送什么东西啊 大家都觉得好像有一些小便宜的感觉 然后才愿意多买啊 俗不知就像我去超市买东西 有的时候我去买一送一 他买送的东西是一小包 然后可能 应该说 通常我会去买的买一送一的东西呢 应该是属于就是我需要用的 然后他哪怕是极其品我都能接受 因为我当下只好吃完他或用完他 但是如果是那种很久的话 那我就要进行考虑 就好比说 像我如果是买保养品的话 我是买一瓶备一瓶哦 不是买一瓶送一瓶哦 是买一瓶备一瓶哦 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最贵的东西都是 最贵的东西都是不要钱的 最便宜的东西都是要钱的 因为我们有讲过一个特别的例子 是说关于免费的跟要钱的 就是这个例子好像举出来的很怪怪的 但是我觉得还蛮贴切的哦 就是你看哦 就是如果比如说捡尸 你在路边然后捡尸 然后捡到一个 嗯 你很就是反正就是 那个one night stand的对象 对不对 那是免费的是不是 是的 嗯 跟你交一个女朋友 然后大家同样是发生关系哦 那结果是 可能你交到这个女朋友 她是 因为你平常还要陪她 可能要给她送礼物 然后还要就如此类的照顾她 对 要花费一些心血跟心力 这就不是免费的了 这是真的要花钱的 或者花心力的 然后呢 那我们的这个 检尸这个部分是免费的对不对 那万一检尸她有艾滋病怎么办 所以我这个例子 虽然觉得不是很恰当哦 但是有非常很好体现的免费跟 免费跟要钱的区别 就是其实免费的是很多 不安全的因素所在哦 所以呢 我从来都不觉得说 占便宜是什么好事 就好比说你跟人家去买东西 然后一起买一样东西 然后在分的时候 你分的 人家 你分自己哦 比如说平均分 其实我觉得感情也都还在 然后人家多一点 然后你小一点 人家觉得你这个人还蛮不错的 如果你 你多太多 人家只有一点点 人家有点会记住你哦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吃亏 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吃一点小块 可能换来还是很多的东西 会被人记住你好 或是你值得信任 还有为什么说 你吃亏人家会记住你 在所有的例子当中 生活当中 只要你吃亏人家 我想说反正下次叫你一起买东西 你还是会吃亏我 哪有比较多 然后那个就是占便宜的人啊 所以我觉得世界上 在喜欢占小便宜的 真的太多了 可是说真的 就是你可能占了一些小小的 还是没事 可是当你养成习惯之后 你会再不该占便宜 更像占便宜 这样会有很多的问题哦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你占了一个便宜 到底会不会触及别人的底线 或是法律的部分哦 所以我还是觉得 想要成为一个被值得信任的人 这个小亏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小便宜啊 其实没有必要耶 就好比说 我宁可花钱买东西 那是我买的 但你送给我东西 真的会有点怕 当然跟我们直播 那个时候还是不一样 因为环境不一样 所以送礼物是对的 要给我 好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中午再见啦 谢谢观看